入秋后必喝的七种营养汤 一周不重样 第一道 我猜99%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季节 一定要多喝这个汤 这是82岁老中医分享出来的做法 简单又营养 连挑食的小朋友都爱吃 两块钱的铁棍山药用刀把它剁碎 再加一勺面粉 翻拌成像我这样的颗粒状 起锅烧油倒入三个顺产的公鸡蛋 迅速炒熟炒散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放入葱姜 三块钱的西红柿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出汤汁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而说却能让我开开心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倒入一碗98度的白开水 再倒入搅拌好的山药煮五分钟 煮熟山药后放入炒好的鸡蛋和两毛钱青菜 再加一勺虾皮 一小勺盐 切记千万不要放鸡精 再翻拌均匀即可开吃 做法简单 营养满满 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喜欢你也赶紧收藏过去 第二道 吃萝卜下吃姜 都比不过夏天的一碗汤 这道汤鲜味美的白菜豆腐汤 汤鲜味美 您一定要试试 首先锅中油热 打五个鸡蛋 煎至八面焦黄 放入姜丝 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才是汤色浓白的关键 我每天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能找到我 然后加入豆腐 火腿肠 煮个七七十分钟 下入白菜 调味加盐 鸡精 最后撒枸杞 淋入香油就可以了 味道鲜美 特别好喝 想吃你也试试做吧 第三道 以后要是想喝汤了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番茄豆腐汤 汤酸开胃特别好喝 油热倒入去皮西红柿 加少许盐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然后放入金针菇 香菇 和嫩豆腐 调味加生抽 胡椒粉 拌碗水淀粉勾芡 煮开后淋入两个鸡蛋液 撒上一把香菜 淋上少许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第四道 家里有孩子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汤 汤鲜味美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看一遍就能学会 紫菜一定要用清水多洗几遍 去掉里面的灰尘和杂质 我每天分享做菜小技巧 您可以点个赞留个关注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挤干水分放碗中 加西红柿丁 葱花 香菜 一勺虾皮 盐鸡精 胡椒粉 生抽 香油 水烧开再把火关掉 倒入三个鸡蛋液 这是鸡蛋嫩滑的关键 最后倒入碗中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五道 那即我每周都会给孩子做这个冬瓜汤 清热消暑的同时还可以健脾养胃 关键还特别的营养 刚成熟的冬瓜去皮 再切成薄薄的片 油热下入三个公鸡蛋 开小火给它煎至八面金黄 然后切成我媳妇嘴巴大小的块备用 锅中油热放葱姜爆香 一定要加入开水 开大火煮个两三分钟 这样汤汁才会又浓又白 加一勺虾皮提鲜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年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然后放入冬瓜 鸡蛋 这道菜吃的就是冬瓜和虾皮本身的鲜味 调味只要加盐即可 再继续煮个四五分钟 煮到冬瓜变软后 撒点枸杞和葱花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冬瓜汤浓白鲜香 清淡又营养 赶紧学会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六道 这个季节一定要喝的花甲丝瓜汤 即鲜甜又美味 还低卡营养 由热葱蒜炒香 倒入新鲜的丝瓜 放点盐 这是丝瓜不变色的关键 丝瓜炒软后放海鲜菇 倒入八八年的开水 扣盖煮十分钟 然后倒入五毛钱的花甲 加盐鸡精调味 再煮个两三分钟 有条件的多放点枸杞 这样做的丝瓜汤好喝到没朋友 第七道 告诉你啊 为什么饭店做的酸辣汤 那么酸辣开胃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首先把豆腐给它切成薄薄的片 然后再给它改造切成丝 水开下入豆腐和金针菇木耳胡萝卜丝 放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盐鸡精 半勺胡椒粉 水淀粉勾芡 淋上两个鸡蛋液 我每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您就给个关注吧 非常感谢 然后放点香菜即可出锅 酸辣汤你像我这样做 酸辣爽口又过瘾 越喝越想喝